哈嘍,聽得到嗎? 大家好,我是雷廷 那一樣來到驅逐點會講解啦 上次我們很久之前有講過另一邊的驅逐點嘛 這個同一個地圖 那時候我好像是開,也是開STI米爾吧 然後是打這場 那這場我們是七階我走這邊的驅逐點 也就是上次影片都看到的敵方的驅逐點會走 但是我先說就是 驅逐點的話不是一個玩法 我都只是介紹局部而已 你們就不要用死輩的方式 你們可以試試看,試著玩看看 但是不要說因為我有做這個影片 你們就全部人都寄到這邊來 你看Super Hellcat那種有機動性的那種 他就跑到那邊了 他那邊也是可以打的 我們先把地圖稍微放大一下 我們先把地圖稍微放大一下 那Super Hellcat他這個位置可以打到這邊 收過路費嘛,大家都知道 然後我先來看一下我們這個地方 樹壓倒 對不對 反過來 差不多是這樣子 我自己是習慣把樹壓倒 那我必須說這場是因為敵人的重坦比較笨 不然你看我們重坦有兩台都走另一面 就是戰略世界終於給我一個比較公平的東西 就是 隊友很笨,只有一台4、5機器去幫我去這邊 然後剩下兩台重坦都逃跑 都要跑到黑槍幹嘛的 那敵人也是蠻笨的 就是這場的敵人蠻笨的 就是這場的敵人蠻笨的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就算這場的敵人的行動 行為不是那麼的笨 我們在這個地方 他們就不要公過來 他們也勢必 必須要經過我們眼前 你看STM的DPM就很恐怖啊 瞬間就把這幾台重坦吃到 吃到快變很渣了 他們可能是不知道對面區域 就是可能是比較清楚 所以他們就不知道怎麼躲 就是 我覺得這有點誇張 有點好笑 你看這K85 就是比較沒見 他沒有這個 就很爽你知道 一直被扣這樣 就是 反正啊 這個地方就是說 你 會被亮是什麼情況 我按一下站著 我再看一下那個視角 有人如果跑到這個B1這個區域 他們從這邊游著 你剛剛開場 你會看到奇怪為什麼 他直接側面對你開過去 他寧願吃泥巴他也到這邊 因為他到這邊的話 我們的左邊 就有很大的機會 會被這邊看到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其實是 這樣對這邊來講 應該也是有朝後15米 但是 如果我們再過來一點的話 就會變成正面的敵人 我們可以朝後15米 但是側面的話 就會被這個B1的人看到 那這邊的話呢 也不是完全安全的 這邊的話就是會被什麼人看到呢 就是會被右前方的山頂出現 因為我記得 這個的右前方對 從山上這個 我這樣指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說 他一定會有一個地方是很容易被看到 你如果 待裡面一點就是 側面左邊會露出來這裡 然後你如果待右邊一點的話 像我這個位置 有可能會被山上面出來的人 他就會亮到你 這樣 所以 你如果是 對面 你要把SG下面這邊的人抓出來 你除了一隻脈頭 然後蠻射之外 你還可以 就是我說的 你剛開場就要到B1的邊去 不然就是你脈頭的時候 他打你沒穿 或者是怎樣 反正他從這邊打的話 就會有機率可以從這邊看到 對面的山頂 就是我指的四五七壁的這個方向 所以我指不太過去 大概就是這附近吧 這一帶附近 有一些脈頭的地方 還是四五七壁前面這邊也有 不過這邊還有一棵樹 那這棵樹 你們不要把它弄倒會比較好 你們如果把它弄倒了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 就是他們 隱蔽子就沒了 那棵樹真的不退點 你看這個樹 他可以提供我這個隱蔽子 他長在那邊不是沒有 他那棵樹如果你壓倒的話 其實不太好 要壓的話 就壓我剛剛開場 壓的那棵 剩下的樹 我建議會說 不要動它 你動了之後 反而你會更難做事情 你看我們靠這個DPM 就是他們吃到這樣子 那他們只剩那個 KV2 其實我很想衝過去 雖然現在3比2 我們也不是說 有什麼特別的大友 有小優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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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其實 重坦這邊都在 互托時間 我是擔心 K0那邊比較多 還好我們隊友補台 一堆重坦都塞在那裡 我們輕坦死掉 他沒有輕坦 他沒有12機 還被亮到 看來12機是玩定陣的 那這邊如果已經沒東西打了的話 我就會開到冬天 因為艾米爾也不可能去下面那個層次嘛 所以就利用虎腳玩這個散播 我想說能不能收一家 逃跑的SU-152的車女 以後就沒收到 那這種時候我會選擇怎麼走你 看一下站起來 就是 我們都已經開到這個位置了 還沒有被亮到 那表示什麼 除了SU-152之外 這邊的草叢裡面已經沒人了 對吧 我們用前面的草叢 當掩蔽物SU-152加上 SU-152本來就是匣子 他看不到我們很正常 但是除了他之外 我這樣的話 這個距離如果草叢裡 還有別人的話 就是一定會看到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做實驗 你要露一點出去 像我剛剛一露 然後我算是自己有一些經驗 就是知道說你大概開多久之後 沒被亮 你就確定就沒人 所以我其實更早之前一點點 我就確定說 這邊應該是沒人 所以我就繼續開 然後 通常啦 我確定我昨天完全沒人 我就會想辦法 把利用前面這個草叢 看到這個 不要看他小小 他也是有幼稚 他就是 因為如果我是SU-152 我會躲哪裡 我一定會假裝逃跑 然後轉頭 那個樹草裡面 所以我目前滑樹指的 我會躲這裡 如果我是SU-152 我假裝逃跑之後 我會起來這邊 因為這邊什麼樣呢 這邊如果像45GB還是什麼 像我假設我笨笨的 直接往前開出去好了 然後SU-152 在這邊就可以 先收你 然後再退後 然後他這邊 就是一個很有優勢的地方 我必須這樣講 所以 所以我現在在幹嘛 就是在賭那個SU-152 會一個沒走好 不小心露出來 但是 其實SU-152 這一場 他沒有躲那邊 但我還是保險期間 還是 保險期間超級 不要拿 生命開玩笑 能確認 就確認 反正你看現在 我們優勢又被中坦那邊好像被板回來 還沒有 還沒有 那值得一提的是 你如果 假設 像我 我重坦的話 重坦在這個地方 大概就是從這邊起來 麥頭打對面 重坦從這邊起來 麥頭打對面的時候 這邊的人是可以打到 我們的重坦的炮塔側面 所以 換句話說 我們重坦起來 也是可以轉炮塔打這裡 只是這邊都有草 所以重坦是會被壓制 那等一下你們可以看到有一些敵人在城市裡面 然後我們就從這個山丘起來打 打敵人側面的情況下 這也是一個交戰區啊 但是這裡就是 沒有那麼多人知道可以 這樣互相打 這是後來才慢慢發現 我原來城市那邊可以這樣打 原來 應該說 我在想說城市會不會就是 空隙 很多空隙不好打這樣 後來發現其實還好 稍微 在地圖了解一下其實 很多地方可以打 這個就是 沒有中的 沒辦法 沒有完全說 對不對 就會 然後我必須說 你看 STI米爾 大家都在靠背說 他沒隱蔽值 這哪叫沒隱蔽值啊 我有第六感好嗎 他完全沒看到我這個距離 而且我才剛開完POP 隱蔽值還不是最滿的狀態 對不對 所以在那邊靠 誰在那邊靠背實際那邊的隱蔽值 我告訴各位 你只要是驅逐戰車 你只要是薄皮驅逐的話 通常 你全部的衛裝技能都點滿 加上你有裝衛裝網 再加上迷彩 你的隱蔽值不會太差 你可以自己看看他都沒看到喔 這邊是有炒15公司對不對 可是剛剛很明顯的 他從這邊過來的時候 他是沒有隔著草 他應該是可以看到我 但是他看不到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直接停車 不像衛裝網直接啟動 他們看不到我 他還沒看到我 還沒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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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到了 看到了 喔 還你 所以說 ST艾米爾是有隱蔽的阿 就看你會不會長而已阿 你不會長 你亂開露出來 當然你都會在那邊靠背他沒隱蔽 那驅逐戰車就是要躲到長 我那麼大一台艾米爾可以躲得很這樣子 都能躲得那麼好 誰要跟我靠背說 ST艾米爾隱蔽 我真的聽到這句話 聽到不知道幾次 我說你沒有玩過ST艾米爾 你不要在那邊靠背 他隱蔽子可以選得好 就像各位知道SU-100Y吧 SU-100Y6階的蘇聯區組 他隱蔽子 大家都在說不好 問題是 我遇過會玩的SU-100Y他怎樣 他全部點隱蔽技能 他也有迷彩也有衛裝網 他可以隱蔽子也可以撐了其他 他不用到像125這麼好 但是他已經躲草 超速公司開放的話 他隱蔽已經夠了 我是覺得 真的你要有 長時間玩過那輛車 你就要來評估他的心 我自己是覺得 艾米爾他 你只要不要弄那種太智障了 的話艾米爾其實是不錯 尤其是他那個浮角真的很舒服 他唯一過冰的就是他的速度 啊回轉速度這一點 各位也不要搞錯 ST艾米爾的回轉速度 還比各位印象中的那台 打進戰用的S-100M1還要好 就算他這麼大 然後就在盲射我 剛剛開場 在說的那個槽 那個 可能會有S-100M1 後來發現 不行喔 我們現在人數比較硬 我就想說 決定用生命去做實驗 就算被他高爆彈一發收掉 我覺得也沒關係 那再來 ST艾米爾雖然是美裝甲 但是他的裝甲 還是比犀牛 Nation 6階那台還要少 你說他沒裝甲 但是ST艾米爾的 前幫的裝甲 已經可以擋住 大部分的高爆彈 多厚呢 就50毫米啊 不軟不硬啊 那這個裝甲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會像那個犀牛一樣 犀牛6階那台 德國的驅逐人 Nation 那樣我是真的玩得很痛 我覺得 我必須說我自己的感覺 是Nation比ST艾米爾要差很 他跟ST艾米爾一樣 都是左右射接不好 之外 Nation也沒有快到哪裡去 再來是Nation他沒伏腳 然後他的隱蔽子 也不會說很 Nation其實蠻大的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車子的裝甲 爛到說你連拿那個 76 75毫米的主砲 大概38穿透力的那種 高爆彈都沒有打穿 這方面 ST艾米爾的正面對抗 高爆彈的能力 就比你吸引力比較好 那 他是在那邊 但是我甚至只要知道 我這邊不會有S 因為這個地圖 我大概可以 N次 我就知道他定位 就是那個地方 他們不用指揮 只是SU152也很沉得住氣 那個敵人 他在選擇一個最佳的目標 可以一發秒殺 我估計這些隊友 全部都是有被他量到 你看他一發秒殺一個人 然後我們就打出我們 這場的最後一框 然後這場就結束了 然後那這個就是 關於這個 據點的分享 介紹 希望各位還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之前有人說他們覺得 這種影片還不錯 就是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帶你們理解一下區域的點 是躲那邊的 之前我們是介紹 這邊附近 前面這邊數 我現在沒有裝那個自由視角 不過 讓我們以後去看 總之 這個場大概是這樣玩吧 就是我對兩邊的區域的看法 如果不躲那邊的話 你到中間附近這個 城市這邊的草 打對面那個 中坦路波的波路會也是行 我這個地圖 我知道的區域點 就這三個 也不能說三四個吧 因為這邊其實也可以 只是上次我都是介紹這個 這邊大概就兩個吧 然後我剛剛說的那一邊的話 就是我們這一場的 我剛開場的那個地圖點 好像就 就那一格而已 剩下的好像都會被看到 然後剩下的就是這邊 中間跟這邊 打中坦 這樣子打 大概就這樣啦 那 這邊的話就是 被亮的 的時候你會被 中坦打過來 也會被自走炸之類的 所以這邊你 一玩要消除 我一個影片沒辦法講太多 就大概就講這樣就好了 那 之後我預計會做一些 AT-15A 就是像是 蘇聯 不是蘇聯 英國這種 硬驅逐坦克 可能你看AT-2啊 AT-8啊 或者是AT-7 那我是用AT-15A來做講解 我用 講解一下所謂的 非典型驅逐坦克 就是你有裝甲 可以稍微跟人家 可以藏入點 跟人家扛線的那種驅逐 硬皮驅逐 怎麼這樣 那我叫什麼 那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重裝甲驅逐 就是要重裝甲驅逐的點位的養成 他們會做 重裝甲驅逐的點位 就跟這種 我現在走的點位就會很不一樣 那就這樣子 好 給大家收看到 我們就 下次見囉 掰掰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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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